第三十二季第八集 因為我們錯了很多集 都錯了七集 趁了一季 趁了一季 錯七集而已 沒什麼 習慣的 大家很怕為什麼沒有了一季 那季的人去哪 香港下面是33 但沒有人更正 不要緊 我們過去 我們今天一開始就來 也是三字頭 DLX 3Zero Transformer Rise of the Beast 定的Optimus Primal 暴敵帽 這套東西其實都做了很久 新一套就來了 新一套就來了 年紀有一定有 差不多一年 都已經好像去年暑假 就上這套 今年的暑假 接下來就有一套 Transformer One 也不是劇透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個 Transformer 那套戲 想看那套戲 接下來The One 好不好看呢 是好看的 對不對 不快 不知道 我覺得是好看的 首映是星期五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買票入場看 我們看看之前那套真人版 下面都開了 開下面 OK 開了方便 好 因為下面貼得太好 所以我覺得是跟全新的一樣 既然貼得太好 就索色不差在上面開 其實這套 第一件事 我沒有理由不開給大家看 真的 這個Scream剛剛好 多都沒有 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透明視窗 反光 以及本身這個實物的照片 拍得很漂亮 是不是導演 這套是幾隻 Apperman應該出了 然後大王昏 就是這套 大王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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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日正 是不是第三隻 第三隻 現在還在開訂 就是Mirage Mirage正 我很喜歡他的裝飾服 因為市面上好像沒有什麼高端的Mirage 還有那個人仔 所以真的是必入 原來這套東西 炮還沒有出 還沒有 鷹 西牛 看大家是否支持 如果支持 廠方當然會出 這是第三隻 好 大大隻 好 重到 這一隻我都摸過 上手 真的很重 而且感覺很直 給大家看 可能要麻煩導演拉後一點 我幫我走一走 好 除了這個之外 板件 兩把刀 一二三四五六 六隻Extra的手 面型 兩個面型 另外還有一抽 究竟這一抽是什麼 稍後大家就知道 那抽是什麼 好 當然還有一個專用的台座 這個台座 大家看完就算了 非常好 第一件事和上一集玩具TV一樣 記得順便看一提大家要看說明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未入電的 可能是買錯電的 CG13 我買了ARCC 我不知道現在我心裡會否記住這件事 不要緊 我們暫時沒有 沒有 我們把頭出來看看 因為其實不是差事 現在就展示給觀眾看看 可能是似要 對 現在呢 你看到這些 好像那些 撕頭出來 仿毛的感覺的肩膀 是 在仿毛的情況之下 撕頭出來 我們就 試試看電子是否可以 照片 是 是 因為我看樣子不像 捉著仿毛的是真毛的登歌手 哈哈哈哈 嘩 這麼緊 胸部 它本身是左右不對稱的 是啊 十字批 其實我們在研究 LR44和AG13的分別 是否很大 是否賣錯 是否賣錯 你看看這麼大顆 嘩 不行 撥開先 他開不到 現在正在做一個 開頭的手術 開腦 猴子腦 都可以放進去看 他換電的方法是怎樣的 不過有點尷尬 我存在這個十字批 批頭 行不行 轉到滑中 好 有點滑 這樣就算了 勉強沒有幸福 這樣就好了 給大家看一看 怎樣開腦 這隻在頭上 眼睛可以著燈 沒錯 眼睛 用兩顆 AG13 在這個實惠 便可以賣 日本城 日本城 是 是 好 收拾好一點外型 我們這些比較要求 他試試看見面 剛才中哥不說 我都不知道 原來他左右胸甲是不同 是呀 你會 好 由頭來多獲釋 看到本身整隻東西 完全是在這個外型上 真是可以copy到劇場版裡面的奧迪姆 這句真是沒有誇張 你會見到他本身肩頭 前臂 大腿 小腿那種毛的造型 雖然跟我上有少少距離 不過都非常仔細和可愛 另外你會見到一些銀色的地方 他都做了很多不同的 我先叫做舊花 他用了一點點那種 污漬狀的舊花 如果是邊位 你會見到一些淺啡色的 可能大家買了之後 拿上手 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一點點 或者我給大家看 因為玩DLX 或者玩劇場版的變形金剛 每一隻他的背部都是最吸引的 今次也不例外 你會見到他這麼正的脊骨 和整隻東西 我覺得重點是腰 這些油壓 我不知道這個角度 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實這個脊骨的位置 你都會見到這個淺啡色的 我叫做滲線也好 舊化也好 會很清楚看到那種瘦跡 是很棒的 今次這個背部 是比以往的DLX系列再改良了 可否分享改良了哪裡 他的背部是可以打開的 橫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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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是龍蝦腰 這次再加上這個星星背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而且你看看正面 你這樣馬上就會感覺到 他那個星星的感覺 對呀 對呀 既然是這個感覺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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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腰椅在後方是有真油壓的 嘩 嘩 1,800 既然已經在玩腰 由頭玩過 雖然有兩把刀 亦有手型 稍後再弄它 看見一些有趣的東西 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有兩把工具 這裏有兩個活塞 我先叫活塞 可以在這兩個位置拔出來 要有指甲線 有的 我有點害怕 稍後的質毛 少少 不過不影響 向上反 暴力出奇蹟 可以介紹武器 在這裏 我想問有關人士 其實有否出現過這把刀 有條鏈在中間 不見 所以懷疑師裏面 有人是集少林武功 懂得少林武功的精妙 就是把兩把雙刀 用一條鏈加起來 有另外一些攻擊的用途 當然傳統模式的一把劍 其實就是一把雙刃劍 這裏有兩把 其實可以分開駕駛之餘 亦都可以將它裝回配件 這個加分設計 這個 對 這是額外 其實Visio很多時候 有這些 叫做 重設的 或者叫做 額外的設計 加分設計 令到玩味 玩味重一點 你也有句話 We Redefine Toys 這個是Visio的宗旨 我其實想問 套體DVD好像是未出 還未出 還未吧 還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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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平時 我的電影中 都叫他多數這樣拿 或者拔開劈口 有條鏈我覺得挺過人 有點像三截邊的感覺 另外這段時間 講講手型 其實它有幾個 有另外兩個額外的表情 手型 雖然都是一般的手型 但其實我要稱讚 它的舊化很細緻 我真的想問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它的舊化 是不是手圖的呢 它的微細方法 又不像用帽子噴的 你的手指每一條 之間 你看到那些 銀色的那些 我覺得用帽子做 好像 不懂得說 應該用帽子掃 對嗎 就是一坨 這樣做的 但是做得很漂亮 對 因為很多 合金機嫌的手型 有做舊化 但很少會做這種舊化 這種就好像一個 很粗獷的野獸 在野外跑來跑去 整隻手都花光了 六隻都有做的 有六個手型 總共有八個手型 我先放在桌面 鏡頭要拍一拍一點 因為剛剛拍了吸索 六隻手 因為那邊要做的 這邊我繼續開 兩個面型 看看會否滿 不滿 我先開了 我先開了出來 我先開了出來 給大家看看面型 所以為何有三個人 你是不是介紹了這個 雙倒流 雙劍和可以用那個鏈 有一點日式的人 暴力 可以 拉靜 輕輕力一點 輕力一點 不要共幹 看說明書 說明書準 插的 其實是插的 因為他有一邊是緊的 我用力把他壓進去 拆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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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會斷 不會 不會 我們先上到 好 我們拍一拍 很棒 這樣就算 這樣就算 拍面 等鐘哥試試 沒有人罵 我們有 慢慢做 看說明書 你拿來拿來拿 就是看了說明書 我想說 看了說明書 看了說明書 拆得太入 拆得太入 我不對 石中神劍 我想起 九什麼 這裡面型 面型 這個其中一個面型 氣權 氣權 解鈴還需 是令人 我認得頭 就交給我 好 另外還有這個 很精細的 這個什麼樣子 是一個人 有鼻孔 看到嗎 有鼻孔 這個我想 其他版本的產品 好像沒有出過 有鼻孔的面 這個可能也是 就是視頻 幕後團隊 他們的一些心思 這個有出嗎 我印象中有 第二個牌子沒有 有鼻孔的面 就沒有了 通常是一個 好像機嫌 監製 是專業 不是我玩過其他 我們這邊 終於搞定了 那個背部 因為大家 都是那句 玩的時候 記得看說明書 因為這個 後面那顆 那個塞 它就是斜斜的 原來 我們要順著那個位 你才會退出來 即是它不是直塞 是 要斜斜 要上屈 這個 我盡量手指甲黏著 因為如果你一下子 不小心 很容易就會拔爛 爛 比較難爛 但你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打斜的 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安裝一邊就算了 安裝一邊就算了 安裝一邊就算了 就是這樣 可以等在背部 好 試一下 反而拿一把刀會不會很小 我又突然之間 想試一試 千辛萬夫放出來 你又拿進去 不是的 是我拔進去 好了 先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很小 這把刀 就像餐刀一樣 他拿就 好像小把 有難度 真的 多謝Wiki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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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移動了腰 頸部的胸部可以拉後 是的,謝謝你的資料提供 可以向後撐多一點 其實也不是幫到太多 但也要幫一點 好過沒有 可以讓它升高一點的頭 這裡是可以移動的 把腰部左右、前後、轉圈都可以 是否一樣可以 我暫時看到腰和胸部的關節 腰部的位置都可以轉 變成兩節腰部可以轉 如果你想左右移動 就靠上面的一節腰部的關節 另外腰部轉可以靠上面的胸部 和下面的腰部的關節 而屁股的甲也可以移動 動作之餘 它有一個蝴蝶關節 變成它動的幅度會比較大 腳 整隻猩猩都不用擔心 我擔心的只是它站不站得上 站不站得上是單腳站不站得上 又是你驗證的姿勢 是的,腰部真的很棒 因為剛才這個說明書 它有講到明 可以左右移動 搖下移動 向前向後 這裡還有一句DLX這些 這麼重的東西 哇 合格 這個就受不了 因為它上身比較重 是的,超重 剛才看見 它旁邊這個位置有個橫切 外甲這裡有少許可動 膝頭哥 一個非常漂亮的連動 你會見到它有些內扣 還有油壓位 是動得很漂亮的 我想大家都看膝頭哥 這些這麼精妙的設計 動的時候 你會見到它怎麼動 和怎麼縮進去 我叫膝頭哥的小腿位 都很清楚的 腳腕 其實玩這隻的可動性 大家其實看它的內甲 或者內扣的設計 就知道根本它動的走向是怎樣 還有現在德哥在做腳 我覺得它的腳的舊化 也是整個東西之中最漂亮的 因為它好像有些泥沙 好像有些越野車那些 簡單來說就是泥污 它基本上是一個荒山野嶺 森林樹林奔走行 泥漬一定有的 它全部都做回給你 所以整件東西是非常出色的 好,拍到一個漂亮的姿勢 好 那也是 有些樹林 這個是標準的狀態 或者是一個護景寺 沒錯 其實這個也可以在上面加浸 東西都可以 其實這個是出來讓你拿去森林 森林 這隻 這隻拿不到停車場 因為牠有場景未試過在停車場 這隻你不要停車場 好了,擺盤的漂亮的姿勢 差不多了 據聞德哥在家外拍照 也試過發生了一些意外 例如呢 牠有些玩具陣亡過 陣亡過很多 十隻手 十隻手 對呀 對呀 FICE的1比6的chips 哎呀 就是這樣 陣亡 這隻現在出貨了沒有 原形不露 暫時是一個貨版 有興趣的朋友呢 還要等一等 大概什麼時候出貨 知道嗎 快 不知道 總之這是一個版 大家先看著 看著我們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收到 不過趕不及 好 就是這樣了 好 待會見 還有變形金光